少年三岁便被爹娘卖给人贩子 却不料这人贩子竟是魔教培养顶尖杀手的找牙 为了活下去少年从五岁开始每天都要杀掉世人 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度过了十几年的杀戮生涯 最后还是在天魔的看重下将他收为弟子才走出魔库 然后更是成为了让江湖上所有人闻风丧胆的五大魔君 少年本以为这样终于能摆脱这无尽的杀戮 却不料四川竟出现了曾经偷遍整个中原的神偷目的 为了能够从中分得一杯羹 天魔下令让我立刻前往川鼠夺宝 但在宝物争夺中却没有遭到正派围攻 反而是二师兄的背叛 他趁我身中唐门秘传剧毒之时 给我扣上才华卓越威胁教主之位的莫须有罪名 无论我如何解释自己无心教主之位 师兄却依旧铁了心要将我处置而后快 因为只有我死了 他才更有可能继承教主之位 而他为了残害同门之士不让天魔知晓 竟在我内力耗尽毒气扩散时选择停手 故意等正派高手们追上来 伪造成我夺宝失败死于他人之手的假象 可见状我却是不被反省 一咬牙将仅有的一丝内力汇聚心脏 而后所有内力外放恍如魔神将士 师兄只是看了一眼殿下的肝胆剧烈 因为这是独属于天魔弟子才能修炼的进攻 而我修的是所有进攻中被称为终极级的暴残魔宫 使用暴残魔宫会瞬间恢复至巅峰状态 这种状态虽然只能维持几分钟就会暴毙而亡 但我却毫不犹豫要拉上师兄当垫背 感受到威胁的师兄立刻后撤并甩出残月回击 然而我却故意不躲迎面攻击 反手一剑直接斩断师兄的手臂 紧接着抬手又是一剑直朝喉管而去 丧失抵抗力的师兄卑微地祈求放他一马 文言我却是咧嘴极为不屑地冷哼一声 然后不断呼键朝师兄面门砍去 直到将地面砍出一道数十米深的裂缝也不曾停手 然而这时暴残魔宫的副作用开始发作 随着一大口精血喷涌而出 浑身一软向下倒了下去 而这时一群正派之人终于赶了过来 眼前血腥的一幕让几人不禁为之打寒 失去生机的少年垂手跪地 而他的面前躺着一个残缺不堪的男人 虽然尸体已经面目全非 但断手上的戒指和服饰一眼便能看出此人是肃杀魔君 这时石棍僧人发现我还有一丝气息 为首的大师健壮立马跪下为我超度 并询问我有何疑言 可我却是一阵沉默大脑一团江湖 脑海中全是这数十年悲惨的被动人生 随着大师不断默念着超度咒语 我的嘴角呼得流出一道泪水 突驴如果真有来事我想随心而活 然而等我再次睁眼时 却看见两个壮汉恶狠狠地盯着我 竟然是小时候把我买下带走的人贩子 二十年前就是他把我丢进魔窟的 可我明明记得已经把他撕成碎片了呀 这时壮汉突然踢了我一脚 嘴里还喊着小家伙这两个字 然后直接将刀横在了我的脖子上 就在我以为对方活腻了 竟敢对魔君不进食 却从刀身上发现自己竟变成了孩童模样 壮汉不断的威胁和辱骂我抽而不稳 却对自己变成小时候的样子感到一阵冷汗 而壮汉见我直接无视了他的话 还起就是一记窝心脚将我踹翻倒地 但这样似乎依旧不够解气 照着我脑袋又是一顿闪电五连灯 直到这股真实的疼痛感传遍全身 我才意识到自己是重生了 好在这时身后的男人出手将壮汉拦了下来 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何会重生 也许和突离死之前念的经文有关 这时几位杀手刚吃完饭 其余几人不是踢牙就是打嗝 可为首的壮汉却一脸严肃朝我走不过来 然后一把将我扛在肩上喊声道 都别废话了 赶紧回家复命 听到这话我下意识浑身一冷 如果这样被带走 就会再次被扔进魔窟遭受非人训练 可没想到壮汉刚准备出门去牵马车 徐身穿白袍的青年便冲了进来 然而杀手们见来人是几个小屁孩 不仅不害怕还扬言要把他们都办了 堂堂万丈世家哪受过此等羞辱 同样怒吼着要他们以死谢罪 杀手们闻言心头一喜 直接拔刀朝几位青年修士冲杀而去 仅仅只是一个照面 在场的男性修士便被屠杀殆尽 为二的两名女性虽侥幸活了下来 却也成为了这几名壮汉的掌上鱼肉 为首的壮汉扬言要拿他们给兄弟们开开婚 然而女人并没有因此怯懦认怂 适可杀不可辱的信念在此刻到达了极致 轰上前一剑直接朝壮汉的脖梗刺了上去 但可惜这一剑并没有伤到要害 而就在壮汉嘲讽这种偷袭随便就能看破事 我却突然一个迎面戏踢了上去 然后反手抓起壮汉腰间的酒葫芦 趁着对方吃痛的瞬间翻身跳入地面 这个又是一个爆弹冲击撞开窗户 但这副身体很快便达到了体力极限 眼看杀手们马上就要追上来 我却突然停在原地东张西望了起来 结果下一秒壮汉便提刀追了上来 而我却因为太过慌乱 一不小心踢到脚下的石头 学姐摔了个狗吃屎 我忍着剧痛想要拿回面前的酒葫芦 结果壮汉的长刀却插在了我的面前 就这样我再一次被抓回了酒楼 而迎接的是对方更残暴的圈梯 故知过了多久另外一名杀手才上前阻拦 别生气了 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准备出发吧 为首的男人文言 这才不耐烦地将我丢在一边 骂骂咧咧地拧开葫芦 仰头畅饮了一大口干事酒 而后又丢给几位小弟一人来了一口 然而就在他收拾完行李准备上路时 却发现小弟们全部身中剧毒开始吐血 壮汉刚想上前询问 自己也同样喷出一大口黑血 意识到中毒后壮汉立马大吼赶紧运工 而这时一道稚嫩的声音却从角落响起 投毒是弱者杀死强者最有效的方法 文言壮汉瞳孔一缩内心惶惶不安 此刻我一副恶狼般样貌恍如死神将士 既然给了我第二次机会 那你们就安心上路吧 看着众人全部断气我才放下警惕 没有恐惧而是耸了耸肩黑黑一笑 因为这样就不用去那地狱般的魔苦了 然而下一秒我却陷入了迷茫 前几十年一直在魔教渡过 现在近一时间不知该何去何从 突然肃杀魔君这个名号脱口而出 上一世就是他在背后捅刀子 才害得我修为禁师重生回到二十年前 但想要复仇就必须再次进入魔教 显然这违背了我临死前许下要为自由而活的一眼 可想要自由就必须继续修行武道 因为没有实力的人只能屈服在暴力和屈辱之下 武林盟主和门派掌门虽然地位显赫 但这些人需要操心的是太多了也不适合我 是否有一种办法即可拥有高强武功金钱和权利 且在受人尊敬的情况下安享晚年呢 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我自己蠢到 这世上哪有这种好事啊 可突然我瞳孔一缩想到了什么 前世那些武林盟的长老 他们瓜分了武林盟的权利享受诸多特权 却在政魔大战中从未出过一分力 虽然魔教之人都嘲笑和蔑视他们 但我却非常羡慕和嫉妒这些元老 尽管像我这样并非九大门派和五大十家出身的人 按照常理很难成为武林盟的长老 可只要利用好我前世的记忆 想要当元老也不是不可能 然而就在我泄气自己太过弱小 没有地方能安全积攒实力慢慢变强实 身旁两位少女却突然向我呼救 白衣少女颤抖着求我把小姐送回家 文言我一瘸一拐凑了上去 走近后仔细一看才发现 紫衣少女竟是万丈世家的大小姐 于是我心生意尽 这个世家也许能助我一臂之力 虽然前世没有听说过万丈世家 但看起来似乎还算有点实力 于是在面对家主盘问时 我将那群杀手是魔教之人的身份全盘托出 虽然家主没有因为我一面之词就无脑相亲 但在得知我是一个没有去处的孤儿后 依旧让我留下来以后跟着管家做事 随后管家给我安排到了一间柴房 现在时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下一步就要为成为武林盟的长老做准备 而成为长老则需要大量功绩和名声 想要实现这一切又需要修炼一门高强的武功 好在这些对我来说都不算困难 毕竟前世的我可是武林最强者天魔的弟子 于是我立马开始凝聚内力 可下一秒我就突然停了下来 因为我修的可是魔功 要是被这些正道世家发现了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我现在需要一门正派心法 而且破坏力要达到堪比天魔心工的程度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施展我前世修炼的剑法 就在我思索正道武林谁有这种心法时 窗外一道惊雷突然让我想到一个人 传说中正派中有十位爵士高手 江湖人称十天帝 而其中有一人曾凭双拳就涂露了一众魔教高手 他就是拳王 天魔曾称他的白雷神工 是比天魔心工还具破坏力的神级心法 如今只有败入拳王门下修炼白雷神工 才能找回前世的境界 然而拳王行踪飘渺不定 根本没办法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 唯一知道的线索就是五年后他会在川树之地露面 为了能在五年后得到拳王的认可 我不分昼夜的对着门框练习拳击 而随着日积月累的修炼 我的胃口也随之越来越大 每次吃饭都能引起一众家丁的围观 过去两年我一直用最基础的三材心法凝聚内力 可因为效率太过低下 两年时间只聚集到米粒大小的内力 而之所以我如此能吃 是为了在学习拳王心法前让身体快速发育 可其他家丁却羞辱我是饿死鬼投胎 甚至打断我禁食约我去后门 然而我却脱口而出拒绝了对方 没想到这话却将男人彻底激怒 以自己上等家丁的身份相威胁 说罢还不够解气 又用刚上完厕所的手指插进我的汤丸搅拌 一边舔着指尖的热汤一边沉声道 你要是不想丢人就乖乖地跟我出来 看着其他家丁一脸鄙夷的笑容 我选择不再忍气吞声 在众人幸灾乐祸的眼神下缓缓朝后院走去 十几名家丁将我堵在了墙角 我却一脸淡定询问众人有何贵干 几名壮汉文言相互使了个眼色 便一拥而上说要教我一些基本礼 然后为首的男人一把将我压在身前冷声开口 长话短说 我希望你以后能夹着尾巴做人 然而话音刚落 直接一个上勾拳 这上等家丁瞬间被我K又先翻倒地 其他家丁纷纷被吓得冷汗直冒 而我却是一脸坏笑缓缓开口 接下来希望你们最好能让我打得尽心 一声出向连绍一拳挥出 拳头擦着他的脸黑 紧紧这样你血就流了出来 男子见这一击得场 故由的兴奋起来 而连绍云也由此断定他 只是一个惊艳不服的三流高手 这时只见他的身体上泡弹一般射向男子 男子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一掌打中 飞出去三米半 剩下的两人见状瞬间 防下跪求饶 殊不知这一切都被躲在房顶上看了 连绍云回到住处后 就开始打坐修炼 刚刚的打斗他已经把内力消耗干净 如果最后那两人一起上 有可能就会出事 就在这时房门被敲响 连绍云心中疑惑 这个时间段会是谁 打开门之后竟是家主之女属严西 刚刚他和佣人打斗时 在房顶上的就是他 这次过来是想要拉拢连绍云 因为楚严西想要建立支持自己的势力 去争夺那家主之位 连绍云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楚严西临走时还交代连绍云不要搞磨 连绍云满口答应 转过身他就找到王总管 把楚严西想要争夺家主之位 拉拢他的事情告诉了王总 王总管听后很是正经 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告诉我 不管你说 我的立场都是中立 连绍云听后笑了笑 我跟随你两年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十大部分吗 王总管建藏不住他才说的 那么你是想要做双面鉴谍吗 只要对我有利 没有什么不管 两年前他救了楚严西 但是他们从没有感谢过他 现在需要连绍云帮助却过来找他 等利用完之后 他坚信自己会对无情的丢敌 所以他才找到了王总管 作为条件他希望王总管能给他一些草药 因为现在的内力太过不 前世他学过炼药之术 他想要炼制灵药增进内力 王总管答应了连绍云的请求 从那以后 连绍云在楚严西和王总管之间 做了双重建议 用从王总管那里得到的 优质多样的草药 炼制出增长功的灵药服下 除此之外 所有的时间都在用来强化身体 就这样又过去了三年 楚严西也在家主竞争中被解除 最后以利益联姻的名义被禁下台 不知不觉连绍云已经在万丈世家呆了 他在这里准备好了一切 是时候该离开去四川寻找权王 他找到王总管表示要离开万丈世家 王总管一口拒绝 在连绍云的帮助下大公子成功当上了家主 他不想放走人才 王总管表示只要连绍云愿意留下 他会提高连绍云的薪水 会一直不断的离开体股 但是连绍云还是拒绝 他告诉王总管自己要练习武功 成为武人 听到他的话 于是二人打了个 连绍云让王总管给他找一个武人进行敌武 如果他输了就听王总管的话 留在万丈世家三年 却不成侠 王总管这个老六 竟然找来了万丈世家除了家主以外 最强的万剑队 此时他站在万剑队者身后得意的效应 不过连绍云却不在意 他有信心打败对手 比试开始前王总管叮嘱万剑队者 如果完全压制对方 或者对方投降时就停止 别杀他 我还要培养他了 连绍云则很是不信 如果我赢了 总管就要给我一名凤子 比试开始 连绍云知道自己内力是弱小 所以准备速战速决 于是他先发制人 身体如炮弹般射出 一剑劈向男子 男子举剑抵挡 仅仅一个碰撞 连绍云就感受到了男子的部分 在挡下这一剑后 男子顺势一剑劈下 连绍云一个特身已经出现在男子身体 速度之快令男子都有些震惊 不过男子也是位高手 在这一剑劈空后 紧接着画劈为扫 但是连绍云的速度更快 一个闪身已经出现在男子身后 越影剑第一是弦越使出 感受到背后的威胁 男子迅速向前猛攻 随即二人再次碰撞在一起 只见漫天的剑 不知交手了多少招后 二人再次分开 通过钢台的交手 男子也意识到了对手的强大 这时只见他手中的剑 被一层红色光芒包裹 他使出了剑气准备全力 而此时连绍云手中的剑 也被轻芒包裹 他也使出了剑气 男子怒吓一声一剑踢出 连绍云则一个闪身躲开这一剑 瞬间出现在他面前 紧接着一剑红索 男子弓身躲开之后 手中剑刺下而上挥出 逼得连绍云后退束 不过带他稳住身形 连绍云再次冲向男子 双方打斗坎身的冲击波 顺着一旁观战的王总管眼睛 有些撑不开 而就在这时连绍云发现风险 一脚踹在男子的面子 紧接着驶出跃影 见第二十看月 快如闪电的一剑 滑过了男子速度 恼羞成怒的男子暴和一声 举着手中剑再次冲向连绍云 连绍云也是挥剑迎了上 轰的一声碰撞声响起 只见一把剑从烟雾中飞出 插在一旁的地面上 等烟雾散去 连绍云的剑已经架在了男子的脖子上 迎了比试 连绍云获得了一年的凤雾当盘缠 代别的王管家和万剑队主 离开了万剑世家 看着连绍云远去的背影 万剑队主不禁感叹 原来家中蜷缩着一条龙 一旁的王总管还有信仰 那家伙的实力和你差不多 万剑队主淡淡到纵使家族中 也不是他的对手 听到这王管家浑身一紧 难道一开始就不是万丈世家的永远吗 这小子到底是谁 另一边连绍云离开了万丈世家后 并没有立刻离开 而是又转身回到了万丈世家 躲在门后面 等着一个人的到来 等那人刚出来 连绍云伸出脚 那人被绊了一下向前摔去 原来这人是下屋门的门主 早在三年前 他就发现了男子脚腕上的标记 今天正式用到他的时候 因为下屋门是武林最大的情报所 连绍云想要成为下屋门的贵客 希望男子能向上级回报一下 男子不懈地站起身来 下屋门的客人可不是想当就能当 得到下屋门的信息是有代价的 以你的俸禄根本不够 连绍云不以为意地说道 代价不一定非要用 男子听到浑身一阵神情严肃 你有能力用除了钱以外的东西来支付吗 连绍云慢慢地逼近男子 关于下屋门门主的小徒弟 我有话要说 听到是关于门主弟子的信息 男子不敢怠慢 带着连绍云来到花园 很快便有一个老妇和一名妙龄女 出来接待他 连绍云只看了一眼就知道 站在老妇人身后的女子 还是这里分不住 女子被发现也很是意外 不过对于能够清楚了解下屋门标记的 女子认为也没有必要继续引完 于是坦然承认 他想要和连绍云进行交易 但是连绍云却不愿意 因为和他交易的人不是这名女子 而是躲在房梁上的黑衣人 黑衣人间被发现 猛然从上面跃下 紧接着数道暗器从他手中射出 只听当当金属碰撞声响起 暗器尽数被连绍云挡下 由于暗器的力道太大 此时连绍云握剑的手有些颤抖 心中暗惊对方是个高手 于是他使出跃影剑第三式 满月只见一道剑光劈向黑衣人 黑衣人挥动着手中双剑 轻松挡下 见到对手有如此高强的实力 他断定此人在下屋门领导层中地位不低 连绍云大声对他说道 我是来成为下屋门客人的 不是来和你生死决战的 但是黑衣人还是一脸的警惕 他让连绍云解释一下是如何发现的 以及是如何追到下屋门的最高机密 连绍云则是一口回绝 黑衣人的眼神瞬间充满杀意 不过连绍云根本就不怕他 黑衣人见他如此嚣张 身体在原地瞬间消失 等再次出现 已经来到了连绍云面前 紧接着就是如雨点般的攻击 连绍云使用幽灵布进行驳审 可即使是这样 他的脸庞还是被剑划伤 而此时黑衣人有些急了 这么长时间只是伤到了对方的皮膜 他蓄力准备一击结束战斗 只见他放弃了防御 猛然向连绍云扑来 而连绍云则一点都不慌张 他一直就在等一刻的到来 他使出了月影舰第2030 水月 只见他周围瞬间出现无数的剑光 向着黑衣人射去 黑衣人见状也是一惊 但是此时再想躲避已经晚了 他只能硬着头皮迎上 轰的一声巨响 烟雾散去 黑衣人扶着受伤的胳膊站在那里 要不是刚刚连绍云控制剑气闪开 黑衣人早已隐恨黄泉 连绍云想成为下屋门的客人 所以他没有下杀手 此时他也已经立即 不过他强装淡定 身后握着剑的手颤抖不止 黑衣人冷冷的说道 你作为客人能给我什么 我用信息买信息 听到连绍云的回答 黑衣人不经意惊 竟然有人向中原最好的情报团体下屋门提出交换情报 连绍云一脸无所谓的说道 我知道的东西比你想象的要不 从魔教即将蠢蠢欲动开始 再到不明原因的怪人 还有救活下屋门门主最小的徒弟的话 听到这黑衣人一脸的震惊 真的有救活的办法吗 连绍云则让他解放门主 小徒弟的病是魔教杆 在得这个病之前 他一定是拿到了什么武功 听到连绍云的话 黑衣人浑身一震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那个武功是天魔创造 门主的小徒弟患的不是怪典 而是心魔 原因就在于他修炼的武功上 那种武功是天魔为了分裂正道武林而创造 能治好心魔的只有天魔和他的弟子 恰好他正是天魔的弟弟子 趁此机会 连绍云和夏武门建立一比 为以后成为武林盟元老打下基础 黑衣人选择相信连绍云 扔给他了一个代表夏武门客人的令牌 连绍云拜托夏武门的第一个事情 就是让他们去四川调查黄龙武馆的教头 独孤幼镇 而连绍云也准备前往四川 他是武林十大高手之一的拳王 却在一个小武馆内当教练 连绍云找到拳王想要拜他为师 却不成想惹怒了拳王被打了出来 原来连绍云在夏武门那得到了拳王的详细行息 来到四川黄龙武馆 想要拜入武馆以此来成为拳王的弟子 却不成想管主不在 来面试的正是拳王本人 连绍云内心窃喜 于是直接说出来意 想要拜拳王为师 成为天雷门弟子学习白雷星法 却不成想拳王听了他的话 直接报道 强大的气势迸发而出 只听拳王杀气腾腾的说道 竟敢提起天雷门 如果想保全性命的话 就不能有丝毫的火焰 在拳王的气势压迫下 连绍云的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对方的实力实在是太高强了 仅仅是释放出的一点威压 就让他深受内伤动弹不得 连绍云咬牙坚持 我是通过下务门 知道了黄龙武馆的第一教导 就是天雷门的当代传人 听到这拳王的气势抖然暴风 桌子上的水杯抵挡不住压力 碎裂开来 而此时连绍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门派的命脉 下一代继承人你不需要吗 拳王冷冷的道 不需要 面前的少年 能在他的气势下坚持这么紧 确实让他感到镇静 但是天雷门的武功可不是平才能就能炼成 他没有在为难连绍云 而是让他离开 永远不要再来黄龙武馆 看着拳王离开的背影 连绍云意识到天雷门的武功 或许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对于拳王来说 现在他可能是天雷门的潜在威胁 最坏的情况有可能会被灭口 所以他一定要加入黄龙武馆成为弟子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被灭口 随后他找到管主成功加入黄龙武馆 在门口他们正好遇到了着急外出的拳王 管主亲切的给连绍云介绍武馆教堂 就这样一周过去吧 连绍云每天的训练都很辛苦 因为拳王经常给他穿小鞋 想要让他离开武馆 但是连绍云从未放弃成为拳王的弟子 到了晚上 拳王回到家中 刚打开房门 身形瞬间愣住 连绍云此时正坐在餐桌上 和他老婆孩子一起吃饭 原来是连绍云看正面公事行动 于是准备从他周围的人攻略 他借机接近拳王的儿子无辜心 然后和他成为了好朋友 有一次两人在赶集时 连绍云感觉到了魔气 转身看去 不远处房屋上有一个魔人在注视他 比他前世在魔教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经验 这个人不是简单的狂人 而是魔教精锐的魔人 应该是阴煞鬼带领的鬼灵队议员 连绍云很是疑惑魔教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成了 他不想和魔人纠缠在一起 担心拳王的儿子会有危险 而就在这时 突然有人指着魔人大喊道 那边有狂人 看他们的服饰是青城派的道士 魔人被发现直接恶狠狠地逗他们一眼 紧接着迅速离开 那两名青城派道士也紧跟着追了神经 此时连绍云很是疑惑 精锐的魔人为什么会假装成狂人 他真想抓到那家伙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不过转过来一想 感觉没有必要承担这种风险 就这样又过去了一个月 连绍云已经攻略拳王的家人一个月 但是拳王并没有任何松口的迹象 这一天他正在街上漫无目的的行走 突然看到远处匆忙行走的师娘 于是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是师娘在买完菜回家后 发现家里东西散落一粒 独孤星却没了踪迹 能找的地方他都找过 却没有找到 这时连绍云想起 之前师娘曾经说过 独孤星的身体特殊 于是盲问道 您之前说独孤星是特殊体质 那准确的名称是什么 大夫说是天鹰之体 听到这连绍云瞬间愣住 紧接着神情严肃地说道 师娘宁现在马上去黄龙武馆 告诉独孤教头 独孤星被魔教绑架了 竟然有人敢绑架 十大高手之一拳王的儿子 连绍云让师娘去黄龙武馆 告诉拳王 独孤星被魔教之人绑架了 这时他才意识到 之前在及时遇到的魔人 并不是在看他 而是在看他身边的独孤星 魔人为了寻找天鹰之体 假装成狂人 在四川到处乱窜 而魔人的真实身份是鬼灵队队员 鬼灵队的首领是殷煞 他为了重回魔教 打算献上身为天鹰之体的独孤星 根据前世的记忆 他的大师兄魏寿月所练习的武功 是吉阳的阎工 为了中和阳气 要么服用吉阴性质的灵养 要么就是寻找拥有天鹰之体的人 吸收神经 连绍云上一世的疑问也得到了解忆 拳王当初在武林上大肆杀戮 原来是为了报复杀死他儿子 上一世连绍云对殷煞鬼就有些了解 他的主要活动地方就是在四川 藏身之处也是了如指掌 现在只需要一个个去查看就可 只希望不会太晚 另一边殷煞鬼在得到天鹰之体 已经出发前往魔教 在路上他们的车队遇到了清城派道士的难解 殷煞鬼命令手下杀掉南路的道士 顿时有三位魔人跃起 踢向那清城道士 面对三位魔人的同时攻击 清城派道士只能被动防守 而此时连绍云一直隐藏在暗处 等待机会 他知道凭借自己一人根本毫无胜存 和清城派道士 额厉或许还有一些生机 但是殷煞鬼是他绝对打不赢的真正高手 想到这连绍云有些偷偷 另一边的鬼灵大主见这么久 还没有解决战斗 便一个闪身出现在道士面前 强大的气势瞬间 让道士感受到眼前人的威胁 而此时连绍云利用鬼灵大主 离开马车的缝隙 迅速地靠近马车准备刺激而动 可就在这时轰的一声马车碎裂 一只手掌向他袭来 殷煞鬼发响他 连绍云用修罗千星手 迎上殷煞鬼的夺魂掌 轰的一声 连绍云被震飞出去 待稳住身形后 他看到了被殷煞鬼抓在手中的独孤星 然后猛然跃起 向着他手中的独孤星就冲杀而去 殷煞鬼怎么也没有想到 连绍云会对独孤星出手 危急时刻他只能转身躲避 而就在这时独孤星从他手中脱落 看到这一幕连绍云露出了笑容 他就是笃定殷煞鬼 不会不顾独孤星的信息 连绍云抓住机会 瞬间出现在他身后 抱起独孤星一个闪身 出现在远处 两人的打斗声 也吸引了刚离开的鬼灵大主 连绍云救了独孤星后 还好心地提醒他们 让他们快点离开 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此时殷煞鬼丢失了独孤星十分的脑袋 他命令独孤大主 魔捉连绍云 要让他痛苦地死去 连绍云抱着独孤星 单手应对着独孤大主的攻击 刚一交手 就被打得节节百退 被震退之后 连绍云没有对独孤大主 继续进行攻击 而是转身对着围攻道士的三人 使出月影剑第十二十所运 三人为躲避袭来的剑骑四散不开 在他们离开的一瞬间 连绍云来到独孤星交给他 让他带着先离开 自己则留在这里拖延时间 道士抱着独孤星迅速离去 鹰煞鬼让手下去追道士 他则留下收拾连绍云 面对鹰煞鬼的攻击 连绍云只能夺审 武力差距太大 没过多久就被鹰煞鬼抓住 不过他前世和鹰煞鬼的徒弟战斗 对他的招式熟悉无比 借着这个优势 他和鹰煞鬼交出出个门口 也只是划破了鹰煞鬼的一丝皮肤 不过这也彻底激怒了鹰煞鬼 之前他一直都想要活捉连绍云 所以处处留守 现在他准备全力以赴迅速结束战斗 只见他的气势猛然暴走 仅用一掌就把连绍云打成重伤 而此时连绍云还等着 青城派的道士逃出去 搬救兵过来 但是鹰煞鬼却冷冷地盗了 青城派倒是逃跑的方向 他早就命人在那里顾下了陷阱 连绍云此时还意识得 还是小瞧了鹰煞鬼 儿子被魔教之人绑架 父亲终于不再隐藏 暴怒之下杀光了所有的魔教之人 原来他的父亲是武林十大高手之一的拳王 就在刚刚 连绍云从魔教手中救下独孤星 让青城派倒是带着仙子 自己一人留下独自迎战英煞 奈何双方功力差距太大 连绍云被打成重伤 而站在一边的鬼灵大主 也准备随时加入战斗 不过连绍云还是强称地站起身来 他知道机会堵持伴随着危险 只要坚持到权王的到来就可以 另一边青城派倒是带着独孤星 还没有走路远 就遇到了白府 前后都有魔人 他再次陷入困境 面对这么多魔人的攻击 倒是陷入了绝望 他根本就没有信心 从这些人手中讨论 被电弧包裹的男人站在他面前 一只手抓着一个魔人 原来就在刀即将披肿踏实 拳王赶到就吓了他 二十多名魔人仅仅是数个呼吸 就全被拳王干掉 场面简直就是单方面的屠杀 解决掉这里的麻烦 他让倒是带着独孤星先走 自己则去找连绍云 而此时的连绍云利用自己的身份 和阴煞鬼纠缠着 阴煞鬼空有一身武力 却打不住连绍云 这让他十分恼火 一旁的鬼灵大主剑马 担心时间拖得太久 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于是他违抗了阴煞鬼命运 加入到战斗中 连绍云躲闪不及 被一剑划过覆 阴煞鬼则因为鬼灵大主的加入 有些脑袋 他准备先手撕了连绍云后 再来惩治鬼灵大主 可就在这时 鬼灵大主感受到后面 突然出现一股庞大的能量 刚转过头去 就被一人从天儿降踩在脚下 看清来人后 连绍云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阴煞鬼看着突然出现的男子 却没有任何的动作 因为处于超绝顶之境的他 现在害怕的动弹不多 他不禁产生疑惑 在四川他只知道毒王 并没有听说过一位周身 对白色电流包裹的高手 这时只听拳王说道 你绑架了我的儿子 你想怎么样 阴煞鬼一脸的猛逼 自己啥时候绑架了这么厉害的人 反应过来的阴煞鬼 大喝一声威胁 如果希望你儿子平安无始 最好不要轻举妄斗 拳王语气充满杀意的说道 很可惜那些追击 倾城道士的魔人 已经全部死了 我再问你一遍 绑架我儿子 接下来打人怎么受死 听到这阴煞鬼脸色 瞬间变得傻白 拳王继续说道 废掉你的四肢或者丹铁 然后交给青城牌 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礼物 一旁的连绍云建议 礼物的话 你脚下的那位就可以 拳王听后脚下不由的 家中的力气 只听一声唱号 伪灵大主便失去了生机 此时阴煞鬼 再也没有了战斗之心 只有活着以后才能报仇 可是现在无论怎么看 都没有办法逃跑 当他看到身后的连绍云时 心中似乎有了想法 转身就向连绍云抓去 而此时连绍云 身受重伤动弹不断 反而嘴角露出了笑容 他在笑音煞鬼白痴 竟然将后背暴露 给爵士高手 果然下一秒 他就被拳王抓住脑袋 等连绍云再次睁开眼睛 眼睛是十天之后 在旁门控制的医馆里 拳王非常感谢 连绍云的救命之恩 并表示什么要求 都可以答应他 但是除了败入天雷门 学习白雷星上 连绍云听后很是无语 他现在除了 需要学习白雷星上 其他的什么都不需要 拳王一脸凝重地说道 我之前说过 你不可能学习 天雷门的武功 连绍云大声说道 请告诉我不能学习的理由 只有那样我才能彻底放弃 为了让连绍云打消希望 拳王准备告诉他真相 然后只见他运起 魅力形成一个能量 隔绝了外界的声音 然后开口说道 他天生绝脉无法修炼武功 却成为了武林十大高手之一 就在刚刚 拳王告诉了连绍云 他无法学习天雷门功法的原因 原来想要练习白雷星法 就需要是先天绝脉 绝脉的经脉非常狭窄 无法顺利循环内脸 所以根本无法练习武功 但是却有一种功法力外 那就是天雷门的白雷星法 白雷星法的内功流淌密度很高 破坏性强大 一般人学习的话 会因为经脉无法承受炸裂而死 但是绝脉的经脉壁后弹性非常高 可以承受住白雷星法 得知真相后连绍云一脸的沉重 他本以为会有什么隐藏秘密 没想到会是绝脉 他如果不能学习白雷星法 那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使用前世的武功 而拳王是绝脉之体 他的经脉可以抵抗白雷星法的破坏力 拳王曾经也为了寻找继承人 在外面四处寻找绝脉的体质 但是绝脉的体质十分罕见 不过想要练习白雷星法 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师父干涉弟子武功的运行方式 在身体能够承受住内力之后 再传授星法 只要有希望连绍云就不愿意放弃 他让拳王教他 但是拳王却告诉连绍云 他的身体很难承受 之前拳王寻找绝脉无果后 就专门找了一群孤儿传手 但是最后的结果 是孩子无一例外全部无骨牺牲了 之后拳王直接放弃了天雷门的传承 但是连绍云和其他人不一样 当他踏入武林的那一刻 他就做好牺牲的准备 在连绍云一再坚持下 拳王同意了他的请求 运功开始前拳王还在劝说他 但是连绍云根本不拒 前世他可是天魔的弟子 学习的是武林最强的天魔神功 经验相当丰富 现在他只需要跟着拳王 输入到体内的白雷星法内力 在体内运行一个大周天就可以了 虽然连绍云前世练习过天魔神功 但他也不敢大意 如果他没能跟上拳王的内力 那自己就会经脉存断而亡 刚开始他还能从容应对 但是随着拳王输入 他体内的内力力度越高 连绍云的神情变得有些痛苦 嘴角也溢出了鲜血 精神开始有些恍惚 连绍云咬牙坚持 此时拳王也是十分担心 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如果现在停下来 连绍云就会陷入困境无法自满 他只能在心里默默其劳 只要连绍云不失去意识 再坚持一会就结束了 随着连绍云一声怒口 一股庞大的能量 从他体内迸发而出 此时拳王不知道是否成功 连绍云则坐在那里一动不断 嘴里不停地流着鲜血 就在他为自己的鲁莽感到傲视 连绍云身上突然冒出树道电弧 紧接着心脏恢复了 跳动慢慢地站起身来 这时拳王意识到自己成功了 连绍云成功地学会了白雷心法 这真是万幸啊 就这样连绍云正式成为了拳王的土 不过此时他有些疑问 在练习完白雷心法后 他感觉体内的内力分布不均 平白无故少了许多内力 拳王告诉他 这是因为你体内的内力密度提高了 所以体积只能缩小 要想得到改变就得增加修炼心法的时间 但是仅凭这一项还是很难 因为白雷心法产生的内力密度大 所以积累的效率很慢 不过效率低下只是在初期 白雷心法产生的内力具有吸引周围气的特质 当内力总量超过一定水平时 积累的效率也会提高 足以达到与九大门派和五大世家心法相媲美的效率 不过要需要一个甲子的内力做基础 连绍云很是无语 六十年后他都成为一个老头子 拳王见他愁眉不转 扔给他一个小盒子 连绍云打开后 竟是少林寺的秘传灵药小混蛋 这颗灵药是拳王年轻的时候 从少林寺的太上方丈有文大师那里得到 服用一颗可以增加半甲子功力 但是连绍云因为白雷心法的内力 服用后只能得到四分之一甲子的内力 为了巩固白雷心法 连绍云在拳王的教导下开始苦休 晚上吃饭时他发现桌上有一个纸条 看完上面的内容连绍云神情一惊 他没想到时间这么快就到 少年每天在树叶堆上来回行走一万点 还不能让树叶发出声响 也不能在上面留下任何痕迹 同时每天出拳一万下 直至拳上出现闪电 连绍云在学习了白雷心法后 每天跟随着师傅练习 有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 他发现餐桌上突然出现一张纸条 打开之后神情一变 之前他答应了要给下屋门门主的小弟子治疗心魔 他们约连绍云两天后到城外相见 连绍云有些担心 已经过去了三个月的时间 到现在他们才主动用心 他担心他们内部出现了矛盾 如果他治疗好了心魔 他们反过来想要铲除掉他 自己如何抵挡 通过之前因煞鬼的事情 他知道即使是知道未来的事情 也并不是万能的 还要时刻考虑变数 现在因为白雷神功的基础还不牢固 他无法使用内力 如果遇到威信 将不是他所能承受的 连绍云还没走出场 就被下屋门的门徒教主 在他们的带领下 连绍云来到约底地 连绍云推开门进去 身形瞬间震住 屋内有好多的人都手拿武器 看他们的状态不是很好 像是刚经历完一场战斗 床上躺着一个女孩 被心魔折磨得已经没有了人样 连绍云刚想开口治疗 一道剑芒就向他射来 原来下屋门的人 在来这里的途中遭遇了袭击 他们认为是连绍云泄露了信息 因为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他 不过连绍云并不知道 他们出发的时间和地点 但是下屋门的人 还是认为他最为可 因为连绍云知道下屋门的很多信息 并且还能治疗好魔教的心魔 这不禁让他们认为 连绍云和魔教有所联系 此时连绍云明白 想要轻松地完成治疗是不可能的 下屋门是不会轻易被说服的 不是他泄露的情报 那就只能是下屋门内部人泄的命 说不定让小弟子病成那样的人 就是隐藏在下屋门里的魔教间隙 连绍云还想要继续说服他们 让他先去给小弟子治疗 但是下屋门的这些人 一口咬定他就是魔教的 准备抓住他和魔教教主谈判 连绍云无奈地摸了摸头 本来他不想这样的 只听他大声说了声出来吧 紧接着一股强大的威压从天而降 来人正是他的师父拳王 连绍云让师父把这群人都控制住 不要伤害他们 看到突然出现了人 下屋门的人纷纷举剑向着他出来 拳王仅仅是动了动手指 这些人便瞬间动弹不躲 连绍云不禁感叹师父的厉害 仅仅凭借指风就压制了对面所有人 数个呼吸过后 屋内所有的人都被拳王制服 连绍云则走到女孩的床前 旁边桌子上放着他练习的武功 太义神功 连绍云拿起翻看了一下 确实和他记忆中的一样 他和尚书准备开始给女孩治疗 通过探查脉搏得知 女孩的经脉还没有坏死 连绍云往女孩的体内输入一丝内力 唤醒女孩的意识 虽然会有些副作用 但是有些话要嘱咐他 如果没有患者本人的意志做后 是无法克服心魔的 恢复意识后 连绍云扶着女孩坐起身来 让女孩沿着他引导的路线运功 中途不可以失去意识 连绍云把手掌贴在他的后背 一丝内力慢慢进入他的身体 这时他才知道女孩的丹田萎缩 穴道狭窄泽气十足 如果运气过程中出现差错 他就会被诬陷为魔教的间随 一辈子都要被下屋门追杀 而陷入心魔的原因 是因为掌握了有缺陷的心房 就连高手都看不出来 因为在密集功法中隐藏了致命的 练习的越熟练 体内积累的毒素就越多 最终延续到心房 其实治疗心魔的方法也很简单 只要把体内的毒素消除掉就可以 很快毒素就被连绍云逼出女孩的身体 紧接着他把女孩身体表面的毒素擦拭干净 因为他害怕刚排除身体的毒素 再次进入他的身体 这是连绍云注意到女孩所捕上的 这盒脖子处的疤痕 临走时他让下屋门的人定时的带着女孩来找他 因为去除心魔不是一次就能解决 离开后连绍云心事重重 因为他担心师父会误会他是魔教之人 之前的绑架事件是他自导自演的 拳王也发现了连绍云出来后眼神不对 连绍云说出了心中的想法 你为什么不问一下我跟魔教是什么关系 听到他的话拳王猛然回过头来看着他 我相信自己亲眼所见 亲耳听到了 感受到的连绍云这个人不就行 听完师父的话 连绍云傻傻的愣在园里 他没想到师父会这么信任他 就这样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连绍云的白雷心法已经打好了基础 再也不需要师父进行引导 今天终于可以服用小桓丹了 连绍云兴奋的从怀中拿出小桓丹 不等师父说完 他就一口吞下 紧接着便盘腿吸收药力 吸收灵药上一时他不知做了多少次 借助小桓丹的药力 连绍云一口气打通了任多二脉 体内的内力如潮涌一般 一拳挥出 轰的一声墙壁被打出一个巨大的哭 现在他可以正常的施展内力 夜晚连绍云独自一人走在路上 正想着要如何快速收集一个甲子的功力 突然发现身后有一道黑影一直在跟着他 此时他的手已经握在了腰间的刀上 随即身形凭空消失 下一秒 连绍云已经把刀架在了跟踪者的脖子上 少年夜晚被猥琐女跟踪 被发现后女孩主要邀请他去青龙 还让头牌花魁贴身是否 就在刚刚 连绍云便制服了内人 等内人接下面纱竟然是个女孩子 这时连绍云注意到了女孩肩上的指 原来是下屋门门主的小弟子 现在他已经完全的靠了 这次过来是专程感谢连绍云的救命之恩 连绍云则很是不信 这都过去两年的时间了 现在才想起来过来感谢 明显诚意不足 女孩解释是因为身体需要时间恢复 所以耽误了 两事为人的连绍云一下就看穿了他的小感情 肯定是有什么事情才过来找他了 于是冷漠地说道 应该不是为了表达感谢之情 才派小姐你过来的 原来女孩过来是想继续和连绍云保持有好关心 连绍云对他们一点好感没有 两年的时间也没过来感谢 现在有事了才知道过来找他 其实这段时间下屋门一直都派人找他 只是每次都被他师父拳王拦下 因为拳王担心外在的事情影响他修炼 得知真相后 连绍云和女孩之间的误会解释 女孩约连绍云两天后在华天楼详谈 说完女孩便消失不见 两天后连绍云如约来到华天楼 她也想看看女孩到底要做什么 当她刚走进青楼华天楼 头拍华天女就在那等着她 华天女的出现瞬间引起了一楼客人的骚动 但是却被连绍云给拒绝 她想一个人不需要别人的陪伴 等到了楼上她见到了下屋门的小弟子 这次找连绍云过来 主要是搞好关系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正式见面 女孩说她叫千嘉领 为了感谢连绍云的恩情 千嘉领代表下屋门做她的单独联系 这是只有对尊贵的客人才有的待遇 但是连绍云却不以言议 这让千嘉领有些恼火 堂堂下屋门主的小弟子 给她当联络人还不乐意 千嘉领生气道 你要是不愿意 那就算了 而连绍云并没有理由拒绝 因为下屋门给的信息价值不肥 她可以获取与钱是不同的信息 或未掌握的信息 不管他们是否有其他的目的 连绍云会把能利用的都利用起来 在那之后 千嘉领去见门主已经半个多月了 期间没有她的任何信息 今天连绍云如往常一样来到武馆练习 却在武馆见到了千嘉领 他现在已经加入武馆 成为了教主的第二个弟子 这样更加的方便他当连绍云的联系人 二人刚见面 千嘉领就提议切磋一下武功 他认为自己在同龄中没有对手 同时还想要试探一下 连绍云的武威如何 连绍云看出了他的想法 不过自从上次因杀过后 他也没有遇到一个像样的高手 连绍云也想知道 自己的实力到底达到了谁 还有下屋门心爱的弟子 到底实力如何 千嘉领率先出手 不等连绍云反应过来 千嘉领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一剑挥出 连绍云的速度更快 在他批中的瞬间人已经消失了 再次出现已经是在千嘉领的身后 千嘉领不愧是下屋门的天才 在这极短的时间内 迅速地做出反应 躲开了连绍云的攻击 仅仅一瞬间二人就交手数招 此时千嘉领也知道了连绍云的实力部分 他准备全力以赴 可即使是这样 连绍云只使出了月影剑 第三招满月 千嘉领手中的剑就被砍成两段 仅用一招就奋出胜负 千嘉领有些失落 本以为同龄中自己已经很优秀 却不成想被连绍云一击打败 千嘉领看他如此厉害 便建议连绍云去参加龙凤会 那是武林盟中后几只秀 聚集在一起展开的武林火力 连绍云并没有搭理他 说了就要回去修炼 转身就离开了 留下千嘉领一个人在那叫喊 到了晚上 连绍云一个人在那独自修炼 突然千嘉领一身黑衣出现 着急说道 帮帮我 青楼花魁只因自己长得太漂亮 就被正派人士毒蛇剑绑走 想要强行配对 就在刚刚 下屋门的千嘉领过来找连绍云寻求帮助 一个青楼女子就让下屋门如此重视 连绍云意识到这个女子不简单 本来她是不想去的 但是千嘉领告诉她 下屋门的高手还需要一段时间到来 仅凭她一人无法确保能救回华天女 绑匪是被称为毒蛇剑的正派 颇有名气的超绝顶高手 为了确保人质的安全 二人准备合力 千嘉领递给她一个信号弹 如果谁发现了人质 就引爆信号弹 聚集到一起一起进攻 然后二人就分开去寻找 此时一处房屋内 华天女刚刚从昏迷中清醒过来 毒蛇剑就守在她的身边 见到她清醒过来 毒蛇剑猥琐地摸了摸她的脸 你注定要把我当作夫君一起生活 现在向我敞开心扉吧 突然轰的一声 地旁的墙壁被剑气劈开 毒蛇剑顺势向后退去 只见一个人影慢慢显现出来 正是寻找到这里的联绍云 联绍云用剑桥轻点了一下化天女的脖子 就解开了她的穴道 这一手也震惊到了毒蛇剑 让她不敢小瞧追来之人 她举剑身体如炮弹一般射出 联绍云也拔剑进行抵挡 毒蛇剑的剑法刁针古怪 如毒蛇一般灵动 联绍云应对起来有些吃力 于是她使出了幻剑月影剑第十二十所跃 瞬间出现数道剑气射向毒蛇剑 这还没有结束幻剑只是起到迷惑的作用 紧接着联绍云又使出第二招残月 快如闪电般向她洗去 只听枪的一声 毒蛇剑挡住了这致命一击 联绍云迅速后退 不等毒蛇剑反应 联绍云使出了月影剑第八招数月 仅是刹那剑 联绍云就出现在了毒蛇剑面前 一剑朝着她的脖子出劈去 这一剑快如闪电 毒蛇剑毕竟也是高手 仅是一瞬间就做出反应 身体微微一侧 躲过了要害 剑光从她的肩膀划过 身体受伤也彻底激怒了毒蛇剑 只见她朝着联绍云挥出数道剑气 联绍云举剑迎上 可就在这时毒蛇剑嘴角微微一笑 紧接着数道按键射出 看到按键射中联绍云 毒蛇剑脸上露出了笑容 可就在这时 联绍云突然出现在她侧面 蕴含着闪电之力的一拳 打在了她的脸上 刚刚被按键射中的是联绍云的残影 这时联绍云看到一个令牌 从毒蛇剑的怀中滑落 她拿起来一看 不禁眉头微皱 这个令牌正是鬼灵队的身份牌 正派高手不应该有魔教的令牌 联绍云问毒蛇剑令牌是哪里得来的 起初她还不想说 没有办法 联绍云只好伤了点手 毒蛇剑就全部说了出来 原来这个令牌 和四川一个颇有名气的家族 西家庄有关 具体的事情她并不知道 她只是帮忙处理了几件事情 联绍云本来以为 西家庄庄主是魔教教主 但是毒蛇剑却认为 西家庄主和魔教应该没有关系 之前交易的时候 她没有看出西家主 对鬼灵队有什么好感 他们之间应该只是相互利用 上一世联绍云就知道 阴煞鬼和四川的人交易了很多钱财 就在她想着出神时 千家领带着下屋门的高手感冒 她看到了被制服的毒蛇剑 一脸的震惊 她责怪连绍云没有提前发出信号 连绍云则告诉她是因为情况危急 没有时间发信号 但是结果是好的 千家领没有继续追问 她让手下控制住毒蛇剑 自己则过去扶着虚弱的化天女 化天女对连绍云表示感谢 连绍云淡淡地说了句 今天下午门欠了我一个人请 之后我会来收她 话音刚落 连绍云一个闪身便消失了 她要去把西家庄打一顿 看看他们到底和魔教有什么交易 她是四川武林世家的一家之主 却像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下跪磕头 就在刚刚 连绍云从毒蛇剑那里 得知西家庄和英煞鬼有交易 便打算独自一人夜闯西家庄 她不擅长隐身和潜入 于是她打晕了两个门卫 换了她的衣服 乔装混进了西家庄 当她进了庄子才发现 里面到处都有护卫巡视 像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连绍云在庄子里四处查看 寻找庄主所在的房间 她要在被发现之前找到庄主 这时她看到一处房子 门口有护卫发生 他们的腰间都有护卫队的腰牌 因此连绍云判断 这是庄主居住的房间 只见她一脸着急地跑到房门口 得赶快去见庄主才醒 门口的护卫问道 何事 毒蛇剑被抓了 听到这护卫着急地 想要让她进去评到庄主 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来 等等 原来是西剑队主 她继续向连绍云问道 毒蛇剑被谁抓走了 连绍云老老实实地打倒 下屋门 这时西剑队主有些疑惑 下屋门中应该没有能战胜毒蛇剑的高手 连绍云忙解释道 下屋门门主的小弟子就在附近 如果是下屋门门主的弟子 的确有可能 看到西剑队主有些相信 连绍云便想要进入禀告庄主 可就在这时西剑队主话锋一转 毒蛇剑之事好像是我们西剑队在调查吧 连绍云件事情暴露 便不再隐藏 先发制人拔剑一剑劈向西剑队主 西剑队主一边命令手下把庄主带到安全的地方 一边让手下不六合剑阵营敌 虽然他们一时半会伤不到连绍云 但是连绍云短时内也突破不了 就在他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时 西剑队主突然从一旁发起偷袭 裸闪不及的连绍云被划伤肩膀 这种局势对他很不利 如果再拖延下去 西家装的人很快都会打来 到时候再想逃跑就不容易了 于是连绍云准备速战速决 使出威力极大的一招 月影剑第十九招播月 只见他猛然跃到空中一剑挥出 无数的剑光如天女散花般落下 而此时另一边 西家装庄主西普郡正带着两名下人慌忙逃跑 其中一个下人劝说庄主应该回去说清楚 毕竟是毒蛇剑一人惹祸事 另一人则劝庄主赶紧逃跑 就在西普郡犹豫不决的时候 连绍云出现在他们面前 西普郡见状瞬间跪地求劳 连绍云把从毒蛇剑身上获得的鬼灵牌扔到他面前 看到令牌西普郡有些疑惑令牌总会在他手上 连绍云见他有些不老实 于是从怀里掏出一把剑扔到他面前 冷冷地说道 如果你不老实 我就宰了你 见状西普郡立马换了一副神情 讨好的说道 我跟殷煞鬼做了交易 殷煞鬼想要让手里的钱钱生钱 所以他给了我一笔钱做生意 连绍云也没有想到殷煞 竟敢把教主给他的战争资金做投资 而西家庄和殷煞鬼做交易也都是被迫的 毕竟如果敢反抗 整个西家庄就没了 连绍云则告诉西普郡 殷煞鬼已经被他杀了 并且交给了青城派 连绍云从下人身上拿出账本 殷煞鬼所赚的钱财他要全部拿走 只要西普郡闭上嘴 魔教的钱财将成为他的第一骨精 西普郡在得知殷煞鬼是被连绍云所杀 立马态度一变 表示要效忠连绍云 他被连绍云的武力和心胸所折服 西普郡把连绍云奉为西家的太上长老 连绍云见他如此执着 便没有拒绝 他把账本扔给西普郡 让他把殷煞鬼的事情处理干净 即使是成为了西家庄的太上长老 连绍云也不会留在西家庄 这一举动瞬间让西普郡感动武力 认为连绍云是为了照顾他的面子 西家庄的事情结束后 又过了几天 千嘉玲找到了连绍云 把他要找的东西带了过来 连绍云结果看了看 正是当初天魔散播到正道武林里有问题的功法 红火神功 以阳气为基础的阎功 应该能克制独孤星的天鹰之体 在前一段时间 连绍云和千嘉玲一起去师父那吃饭 他看到了师父闷闷不乐 就知道师父肯定是在为儿子的事情担心 独孤星是天鹰之体 为了躲避魔教 拳王带着全家来到了青城山 但是一直躲在青城山也不是办法 为了解决师父的后顾之忧 连绍云让千嘉玲传话给霍阳商团的主 说他有办法治疗他儿子的心魔 现在霍阳商团的团主带着他儿子 已经来到了四川 他不是医生 却治好了武林首富儿子的病 他不仅没有要任何钱财 还把自己全部的钱财都给对了 让他帮忙买香料 原来就在刚刚 连绍云治疗好了中原第一商团团主的儿子的心魔 他儿子正是因为学习了天魔散播在武林的功法 红火神功而产生的心魔 这对于上一世是天魔弟子的他手道情爱 商团主为了感谢他 愿意用一两黄金表示感谢 但是连绍云却没有收下 反而是把自己身上的全部钱财都给他 让他帮忙收购香料 因为连绍云知道明年秋天 霍阳商团所在的浙江附近海域 因为窝寇横行 导致贸易减少 香料价格大涨 浙江是他踏上元老之路的重要资产 虽然连绍云没有要商团主的钱 但是他得到了霍阳商行的贵宾命运 为了成为武林盟的元老 连绍云需要霍阳商团的力量 这段时间他得到了下屋门的支持 又获得了本杆属于魔教教主的霍阳商团 被发现是迟早的事 所以连绍云准备避避风筒 就在这时 连绍云突然感觉到背后有威胁 等他转过身去 只见一个巨大的拳头向他洗来 匆忙间连绍云拔点一道剑井归珠 原来是他师父拳王 想要测试一下他的实力 连绍云没有让师父失望 此时他已经能把闪电运用到武器上 操纵闪电的能力也达到了雷精神之间 连绍云跟着师父来到四川唐门 四川唐门是武林五大使家之一 掌握着巨大的势力 所有的武林人都害怕的地方 因为他们全是用毒药 暗器 机关装置的一群疯子 而拳王由于对唐门家主毒王唐白军的女儿有关 所以才能够自由地出入唐家 这次拳王带着连绍云拜访唐家 主要是为了替连绍云求天毒丹 天毒丹是唐家的不传灵药 却不成小毒王一口答应 拳王连声道谢 表示日后一定会还这个人情 天毒丹可是只有进入化境的高手才能服用 毒王没有想到比他女儿还小两岁的连绍云已经达到化境 于是他主动出手试探了一下连绍云的实力 连绍云只感觉自己周围被无数的毒蛇缠绕 压迫感十足 逗大的汉珠顺着领夹一脚 紧接着他浑身一震 从那压迫中震脱而出 毒王不禁感叹连绍云的部分 唐书燕带着他们来到药王族群 他把药递给了连绍云 并嘱咐他每半个月都要过来这里拿药 一直会给他两年的天毒丹 连绍云收起药后准备转身离开 却被唐书燕叫主 他想要和连绍云切磋一下 可连绍云却不愿意和唐门的毒人比武 毒人是往体内注入毒药 提升武功的毒功 只有直系血清才能学会的唐家的不传之面 但是因为体内的毒药无法回忆 所以女性毒人很少天 而且那些毒人都是疯法 从某种意义老讲 连绍云认为毒功比魔功更可怕 更何况和唐书燕比武并没有任何好处 见连绍云不愿意 唐书燕提议和他打个赌 如果赢了就送给他一件东西 起初连绍云觉得天毒丹就挺好的 但是当他看到唐书燕拿出来的东西后 连绍云的眼睛都直了 这个东西太珍贵了 他无法拒绝 他是武林最厉害的铁匠 在临死之前燃烧了自己的灵魂 做出了五把银剑 唐书燕拿出来的正是其中的一把 名叫战炉的银剑 连绍云根本就抵挡不住他的诱惑 对于用剑的人来说 欧野子的剑是就算赌上性命 也想得到的保护 但是他并没有高价值的东西 拿出来当赌注 而唐书燕不需要他任何贵重的东西 他跑到拳王面前 希望获胜后拳王能答应他一个请求 拳王点头同意 剑师傅都同意了他们比武 于是连绍云接受了他的比武请求 虽然不知道唐书燕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他拿出战炉做赌注 他就有信心绝对不会输给连绍云 不过这些也没关系 神剑战炉连绍云要定义 对方是会使用毒的毒人 不想中毒的话 就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刚开始连绍云就使出月影剑法 第一招弦跃 举剑的手还没有落下 唐书燕就已经出现在他身前 一记毒掌打在了他的手臂上 感受着侵入身体的毒素 连绍云运用白雷神功进行化解 可还不等他完全化解体内的毒素 唐书燕再次化作一道残影袭来 从对方凌厉的攻势中 连绍云感受到了杀气 这让他不禁产生疑惑 只是简单的比武为何如此拼命 不过对方既然如此 他也只好全力以后 紧接着他使出的月影剑法 第二招败运 在唐书燕抵挡住攻击的一瞬间 连绍云就已经出现在了唐书燕的面前 一拳打出 唐书燕毕竟也是天台 瞬间一掌打出赢了上去 碰的一声双方都被震得后退束 唐书燕手掌电光缭绕 连绍云的拳头上布满了毒气 你为什么这么拼命 如果你不回答 话还没有说完 连绍云就感受到背后有危险逼近 本能的一侧头 暗器擦着他的脸颊飞了过去 这正是唐门的毒门暗器追魂飞碟 如果再晚一些就要出大事 而此时连绍云体内的毒素越来越多 他强称着不敢昏迷过去 运起白雷神功开始驱散体内的毒素 而唐书燕也知道 必须要在他把毒素逼出之前结束战斗 连绍云面对向他冲来的唐书燕 使出了月影剑的第二十三招水晕 双方碰撞在一起 发出轰的一声爆炸声 带烟雾散去 比武场上只还有连绍云一人站立着 唐书燕失败了 连绍云走到他的面前 看你拼尽全力的样子 我觉得应该另有原因 你到底隐瞒了什么 这是远处的拳王开口的 那应该是因为我 原来是因为在唐书燕小的时候 被黑到黄云邦绑架 那时全王杀光了黄云邦 把他救了出来 唐书燕看见全王的武功 有了放弃家族的武功 成为全王弟子的想法 但是全王拒绝了他的请求 没有收唐书燕为徒 这次他看到全王收了一个徒 就心生嫉妒 所以不考虑后果提出了过分要求 唐书燕真诚地向着连绍云道歉 连绍云转身看向师父 却看到他向自己摇了摇头 便没有多说什么 在唐书燕告辞离去后 连绍云问师父为什么制止他 原来全王当初拒绝收唐书燕为徒 并不是因为他是女人或资质不够 而是因为他不是绝脉 但是现在收连绍云为徒 连绍云也不是绝脉 如果现在把真相告诉唐书燕 只会让他更加的伤心 有时不知道真相反而是好事 次日连绍云找到师父 拿出之前得到的红火神功 这是用阳气做基础的阎功 能帮助独孤星克制天鹰之体 全王满脸的感动 这也让他更加看不透眼前的连绍云 很快两年的时间过去 连绍云已经服用了两年的天毒丹 他的内力增加了许多 基本上接近顶峰 现在他终于可以完美的使用白雷功法 再加上完成了千毒不清 一般的毒药对连绍云没有任何作用 现在连绍云认为自己是时候 该去江湖磨炼云 正好他师父权王也有此意 之前千家领说过武林盟的龙凤会 连绍云认为正是他踏入九大门派 和五大世家的权力中心 成为武林盟元老的第一步 这次出行的第一站是这角 出发的那天 连绍云来到车队脸色一眼 男子只因说了巨女的长得太丑 嫁不出去 下一秒胸口就多了六支毒针 原来他说的女人是唐门的大小姐唐书彦 本来连绍云是不想和他一起同行的 但是考虑到他擅长机关暗器 以后去天机洞寻宝会有帮助 于是便同意一起游历江湖 可他们还没有走多远 就遇到了猛虎帮收购路费 本来给了钱财就可以过去 但是千家领和唐书彦的美色 让劫匪起了歹念 想要把二人抓回去友好深入交流 这时只见领头那人走到唐书彦面前 风一吹 唐书彦被头发盖住的右眼露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男子吓得后退三里地 厌恶地吐了口弹说道 真扫兴 你这张脸看来是架不出去 不过反正你也架不出去 给我当小气如何 其实只要遮住疤痕长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男子转头对着身后的兄弟说道 今天你们多了个四嫂子 正当男子得意之时 突然感觉胸口一碰 回过头来一看 胸口上已经插了六根毒针 不等他开口 毒素已然发作 男子扑通一下倒地不起 接下来便是唐书彦的单方面屠杀 很快剩下的山匪就被他全部干掉 之前听到山匪谈话 他们昨天在村庄里抓了一些女人 唐书彦希望连绍云能帮他一起把人救出来 既然知道了这事 连绍云也认为不能不管 此时蒙虎债债主莫平正左拥右抱地喝着花酒 突然一名手下冲进来大声喊 有人来袭 土匪头子莫平还以为是官军过来围剿 不禁怒道 是官军吗 几个人 那名手下急忙打道 不是的 一男一女从不同方向攻进来 莫平一听就两个人不满道 只有两个人 干嘛向我报告 接下来的手下的话令他一下坐了起来 来人竟是唐家之人 不过只有两个人他还不是很担心 他吩咐手下集中攻击那名女的 自己则去解决那名男的 此时连绍云在山寨门口 正跟门口的守卫商量 让他进去洗洗沾洗的衣服 而就在这时一名光头大汉从天而降 来人正是蒙虎寨的寨主莫平 他曾经也是跟着将军四处战斗的军官 是从地狱一般的战场上活下来的男人 却被连绍云一脚直接KO 他们成功地救出被抓的女人 然后连绍云把山寨里的钱财都分给了女人 让他们离开 等他们到达陕西时 连绍云和唐书燕勇闯蒙虎寨救人的事迹 已经在江湖上流传开来 大街小巷都在讨论他们俩 被他们二人的侠义行为感动 连绍云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无心之举 竟然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好处 要想成为武林盟的元老 不仅需要武功高强 还需要好的名声 这次获得侠民无疑对他影响重大 等在龙凤会获胜后 连绍云就会公开自己的身份 到时候大家都会吹捧他为真正的侠客 同时还有另一个消息 在陕西出现了一个入魔的狂人 杀了一位华山派弟子 华山派长们一怒之下下了追杀令 官府封锁了整个陕西 在那家伙被抓之前 连绍云他们就只能留在陕西 虽然连绍云不想在这浪费时间 但是他也不想主动是抓那名魔人 如果魔人被他这个矛头小子抓了 岂不是打了华山派的脸面 街道上全是华山弟子调查魔人踪迹 这是一名华山弟子走到连绍云面前 想要查看他的身份名牌 连绍云并没携带证明身份的东西 只好带他去客栈 让唐书彦帮忙证明他的身份 看到是四川唐门的大小街 华山弟子立马换成笑脸 原本对连绍云傲慢的神情 瞬间消失不见 公身势力道 平道是华山天有道长 一脸色相地讨好的唐书彦 这时千嘉领看到了连绍云 一把拉过连绍云就要离开 天有道长见又是一位大美女 王公身势力想要打招呼 千嘉领则没有搭理他 拉着连绍云快速地离开 等走远了 千嘉领告诉连绍云那人可不紧单 他是武林时天地梅花剑神的唯一弟子 千嘉领带着连绍云来到黑市 在黑市上连绍云花二十斤 买了一个小名单 小名单是只有武当才有的内商药 虽然不能像灵药一样增加内力 但是关键时刻能就回一条命 也算是比较值得 等他们回到客栈 就看到一名壮汉满脸 痛苦地趴在唐书彦面前 身中剧毒危在旦夕 原来就在刚刚 男子看到有位姿色绝美的女子 独自坐在路边 就上前香药一起饮酒 却不成想被一口拒绝 男子是本地黑帮天煞帮的帮主 竟然有人赶不给他面子 恼羞成怒的他就想要出手教训一下 不是抬居的女人 可手还没有举起来 他就感觉到胸口一阵巨头 紧接着便贪软地倒在地上 在不知不觉间他已经身中剧毒 连绍云见他中毒后还能坚持这么久 武功应该不错 也算是本地的地头蛇 考虑到这些应该能起到大用 于是连绍云劝说唐书彦让他放男子一马 把男子交给他处理 连绍云俯身小声地对男子说道 你只要帮我一个小猫 不但帮你解毒 这件事我还会当作没发生过 男子见可以保住自己的小命一口答应 到了晚上 战雄有些愤愤不平 他可是天煞帮的帮主什么时候受过这种侮辱 于是他调集手下准备趁夜色干掉连绍云 可就在他拿起武器准备出门时 房门突然被大力破开 刚准备出门的手下被震飞开来 战雄一脸慌张地看向门外 这时只见连绍云脸色平静地走了进来 身后躺着的全是天煞帮的帮众 原来连绍云是想让战雄利用黑道的力量 帮忙寻找发狂的魔人位置 到时候他再把魔人交给华山派 这样就能解除封锁 还能让华山派欠他一个人情 过了没多久 战雄就告诉连绍云找到了魔人的位置 连绍云一番乔装打扮 准备去看一下华山倒是是怎么抓魔人的 等他到了时 魔人已经被华山弟子包围 看他们的站位 连绍云认出了这是梅花阵法 凭借着见证五名一流高手 困住了身为顶级高手的魔人 在阵法中魔人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突然魔人爆喝一声 瞬间气势暴涨 然后不顾一切地朝着其中一人冲杀而去 天有道长见状为了就同伴性命 擅自离开阵位向着魔人冲去 看到身后有人向他冲来 魔人嘴角露出笑容 紧接着猛然乐器转身 向着阵法的空隙加速跑去 由于天有道长擅自离开阵位 导致阵法失效 魔人趁机脱离他们的包围 在一边观看的连绍云不禁暗骂他们蠢 紧接着朝着魔人逃跑的方向追去 魔人由于刚刚的战斗受了伤 很快就被连绍云追上 但是为了不在魔人身上留下剑痕暴露身份 连绍云准备赤手空拳压制他 而魔人见有人追来 直接动用先天真气 消耗生命力准备拼死一搏 面对实力暴涨的魔人 不使用武器的连绍云应对得十分艰难 紧靠拳头是无法破开魔人的护身刚起 既然由外向内部行 连绍云准备从内部攻克 这时只见他右手布满闪电 然后猛然跃起 一掌打在魔人的头上 雷电之力由内而外破坏了魔人的身体 解决了魔人连绍云大大的松了口气 这样只要等华山弟子赶到就可以 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突然一道声音从背后传来 我想给你聊聊 你能抽个空吗 听到声音连绍云猛然一惊 这个人什么时候出现的 他竟然是一点点也没有察觉 不要看他个子不高 没有一米五 他可是华山派第一剑 武林十大高手之一的梅花剑神 在连绍云解决掉魔人准备离开时 梅花剑神突然出现约他聊一聊 他很是好奇连绍云为什么打败了魔人 却选择离开 而且还隐藏了身份 连绍云并没有隐瞒 而是直接说出了原因 他只是不想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华山剑神得知后 还是代表华山派表示 欠连绍云一个人请 梅花剑神感慨道 我的徒弟应该相信 师兄弟能守住正位才对 这时连绍云不禁在心中暗骂 天有道长真是个蠢狐 梅花剑神问连绍云 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连绍云表示什么也不需要 只是希望能快点解除封锁 连绍云没有表现出一点贪念 使得梅花剑神对他刮目相看 梅花剑神希望 连绍云外出游历的时候 带着天有道长 听到这连绍云一口回绝 他可不小带着这个蠢狐意气 而梅花剑神认为 天有一辈子窝在山里 被人称赞是天台 对于他以后的成长十分不好 在江湖上多多磨练 才能使得他能明白自己的故族 并表示连绍云在路上 可以对他使用武力 见连绍云还是不很愿意 梅花剑神从怀中 掏出一个身份令牌 看到这连绍云浑身一震 这可是梅花剑神的报恩牌 受人恩惠后 作为日后报恩的正名牌 是千金难买的贵重之物 看在报恩牌的份上 连绍云同意带着天有道长同行 次任一行人重新踏上前往这样的道路 虽然连绍云看见天有道长就很不高兴 不过他还是很感谢天有道长 让他有了一次 能使唤十大高手之一见鬼的权利 连绍云没有让天有和他们一起坐马车 而是让他一人骑马同行 这让天有一脸的不愉快 到了晚上休息时 天有一直在有意无意的提到 自己的师父是梅花剑神 连绍云则是一副爱达不理的样子 最后实在是忍受不了 天有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 几只野狗在围攻一个猎物 野狗中有一个家伙破坏了阵法攻击的猎物 导致猎物从阵法漏洞逃了出去 那个野狗是不是很蠢 此时天有还没有听出连绍云话里的意思 还在为那个野狗辩解 那只野狗应该有自己的理由吧 连绍云又继续说道 幸好只是野狗顶多恶一顿 但如果发生在武林中 岂不是件可怕的事吗 因为某人错误的判断放过了杀人魔 说不定会牺牲很多无辜的人 直到现在天有还没有反应过来 还在继续的辩解 可就在他话说到一半突然想到了什么 然后猛然站起身来大声怒道 你在说什么 连绍云则是一脸无所谓的说道 我只是聊了几句野狗而已 天有此时被气得浑身颤抖牙关紧隐 却又无从发泄 到了深夜大家都熟睡后 天有却叫醒了连绍云 约他到远处谈谈 连绍云随他到了一处偏僻之地 天有瞬间变了态度 他要为之前受到的屈辱报仇 可不管他怎么说 连绍云就是不生气 最后气的天有拔出武器 想要和连绍云用武力决胜服 连绍云觉着很是无聊 转身就要走 其实心里在想 快点来打我呀 连绍云的态度也彻底激怒了天有 天有怒吼一声 瞬间气势暴涨 然后大声叫住了连绍云 此时连绍云怪笑道 是你逼着我跟你打的 天有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知道了 放马过来 话还没有说完 连绍云就在他眼前突然消失 再次出现已经是在天有面前 不等他反应 一剑劈在了他的脖颈处 天有很是不满说连绍云偷袭他 紧接着爆喝一声向着连绍云冲去 连绍云只用了一招 就打得天有丢掉了武器趴在地上 这次不等他说话 连绍云对他就是一顿暴揍 被打成这样 天有还抬出他师父梅花剑神威胁连绍云 甚至还想捏造事实陷害他 不过连绍云并不害怕 只见他大喊一声出来 紧接着唐书彦便从树丛中走了出来 原来早在天有叫他外出时 他就让唐书彦跟着自己 有唐书彦在场 连绍云就不怕天有胡来不认长 于是二人在唐书彦的见证下重新打鼓 输的一方伺候赢的一方 天有道长还以为之前会输 都是因为自己没有准备好 被对方偷袭所致 这一次连绍云让他先出手 天有一开始就使出了梅花36件梅花九年 而连绍云只用了简单的一击直拳 就挡下了他的剑气 然后一个闪身就出现在天有的面前 一拳重重地打在他的脸上 仅用两拳就结束了战斗 根据赌约 天有道长要伺候连绍云 成为了他的马夫 可还没走多远车队就停止了前进 因为前方有两伙山贼在争吵 可还没过多久 又有一车队停在了他们旁边 连绍云看到车队的旗帜不经意境 连绍云一行人继续赶路前往浙江杭州 却不成想在路上又遇到了山匪 不过这一次还有一只车队 车队的护卫各个都是顶流高手 看到车队的旗帜连绍云神情一景 马背上挂着两面旗帜 一个是代表着皇室的旗帜 另一面则是代表着诸葛世家 马车中坐着的是一名少女 这让连绍云不禁有些疑惑 上一世的记忆中 并没有一个诸葛家族的女性出现在这家 反倒是有一名男性 帮助官署在这江清扫倭寇立下大功 在江湖上获得了地龙的称号 到了晚上休息时 诸葛家的女子主动走到连绍云的营地 他说自己叫诸葛会想要和大家交个朋友 这让连绍云不禁对诸葛会产生了怀疑 几个人围着火堆相谈圣还 中途诸葛会邀请他们同行 但是连绍云的目击地是杭州 而诸葛会要去这家 不过为了能和连绍云同行 诸葛会改变了目击地 要一同前往杭州 这让连绍云对诸葛会更加的好奇 不知道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目的